十八年前 我和QQ会员一起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那一年我们都十一岁 我还是个梦想成为QQ会员的普通男生 养宠物 炫耀游戏新皮肤 却每天奔向练习室 压腿 练声 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 也许这是我们要变得不平凡的开端 那一年我们十三岁了 第一次登上舞台 紧张而又兴奋 就像第一次拥有QQ鸿鸣那样 在追逐不平凡的路上 我享受着每一步的快乐 那一年我们迎来十五岁 穿梭在不同城市 演出 排练 拍摄 补课 偶尔困惑自己未来的模样 但每当打开超级群 你们的鼓励 总会让我学会做好当下 在我们共同的十六岁 我第一次尝试在世界上留下我的印记 你们开通超级会员 只为下载他的无损版本 因为遇见你们 是我最大的运气 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 谁了解我内心里的轮廓 只有自己能决定未来如何生活 是最真实的自我 谁定义我的生活和快乐 谁表较我内心里的轮廓 朝着梦想的方向 却不请你退缩 藏着对人 我们十八岁了 儿时的愿望 以一个意想不大的方式实现 我和QQ会员的故事 未完 待续